今天要帶領我們來到網壇 在我和弟兄姊妹分享這個 下面一個星期之前 有幾個地方需要修正 這個請弟兄姊妹 再看看這個名詞解釋 這個第二個高處 第一A是生命紀32章第13節 這個B 我答錯了 應該是33章29節 不是19節 是29節 我們從33章的29節來看一下 因為當我在解釋的時候 我忽然發現不對頭了 但是我一直想不起來 29節把它作為一個修正 我們看看生命紀33章第29節 對 生命紀33章 第29節 找到沒有 找到的話 我們起來做好不好 33章的29節 我們一起來做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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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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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6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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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要給弟兄姊姊修正 很抱歉啊 太粗心了 沒有這個 積極滿滿 發給他出去就沒有 第二個我要補充說明的 那麼我講到這個哈巴普縣制 哈巴普縣制 因為很感謝主角一點點 剛剛在講到之前 主席來告訴我 徐蘇弟兄他說給你多一點時間 所以我要是給我多一點時間 我就少文就多講一點 反正我們在一起敬拜主 那麼哈巴古呢 弟兄姊妹他是和耶利米 是同時代的一個先知 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們讀先知書的時候 基本上的分類 一個是大先知 一個是小先知 這是最基本的分類 其實在神的位置沒有什麼所謂大和小 但是為什麼聖經社則 把先知分為大先知或小先知呢 實際上是指著那個先知的篇幅 那個書的內卷 書的篇幅的長短來說的 對吧 那個篇幅比較長的 那弟兄姊妹就把它定為大先知 那篇幅比較短的 就把它定為小先知 其實不是所謂我們認為的那種大和小 在神的面積都是一樣的 是吧 那我個人的認為 我的分法 當然大先知小先知分得也很好 但是我個人的認為 我的覺得 在就業的時代 先知可以分三種 第一 在貝羅之前的 以色列民貝羅之前的先知 還有一個是在貝羅期間的先知 還有一個是以色列民歸回以後 從巴比倫歸回以後 歸回的先知 是吧 所以弟兄姊妹 那我是就是比如說 對吧 以色列亞就是貝羅之前的先知 那很多聖經修者就認為 以色列亞就是救人的福音書 他預言了主耶穌基督的誕生 是不是啊 預言了神跟以色列民的救恩 那弟兄姊妹是貝羅之前的先知 那我就稍微講一點歷史 那以色列民 實際上 貝羅一共經過三次 那麼這個裡面有一些神訊上 有些不同的意見 那是我個人的意見 跟弟兄姊妹參考 以後如果你們有討論 可以 孫牧師可以給你們一些具體的內容 對吧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巴比倫 因為以色列民的亡人和貝倫 我應該這樣講 對不起 就換句話說 我們都知道 索羅門犯到罪以後 以色列國是不是就分成南國和北國 是不是啊 我們都知道北國叫以色列 南國叫尤大 是不是啊 那其實以色列國 在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 就被亞 就被亞蘇王覆羅了 是吧 那我們因為以色列的歷史 所以 雖然我們最後 後來就是 雖然你會看烈王紀的話 弟兄姊妹又是弟兄姊妹 我發現很多弟兄姊妹 都在烈王紀 都在烈大紀的時候 反正都搞糊塗了 為什麼 他們又沒有注意到 以色列王 尤大王 以色列尤大王 其實兩個不同的國 一個是北國 一個是南國 而他們的名字又是同樣的 那北國的王的名字 和南國的王的名字一樣 那麼結果一會 怎麼一會這樣一會呢 所以就 其實你們沒有搞懂這個歷史 所以我今天少會給你們講 這麼一點點的歷史 所以以色列國 是在公元前722年 被亞蘇王 亞蘇國 匯羅 那這個國就沒有了 對吧 那麼 尤大國一直存在 存在到什麼時候呢 存在 因為他們並沒有 尤大 並沒有以色列民的匯羅 並以色列 以他們的被毀滅 他們悔改 他們相反的怎麼樣 犯罪犯的更甚 所以到了後來 神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 弟兄姊妹要記住一點 神不輕易打自己的孩子的 就像我們做父母親的 是不是 我們都很愛自己的兒子 不隨便打自己的孩子的 實際上是到了一個人無可忍 非打不可了 神才下手的 但是弟兄姊妹 神要嘛不下手 下機所來就很重 真的 弟兄姊妹 要打就打得你很疼 疼得你就 你就記住 你不會忘記 是吧 我會忘記 我們年輕的弟兄姊妹 學習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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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幾年 剛剛熟悉了 從現在開始 學習過工作 聽話 真的 你越聽話越猛恩 我跟我的妹妹兩個人 我的妹妹 我爸爸從來不打她的 從來從小到大 從來沒有打過一次 我的妹妹 我爸爸還沒生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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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還打得幹什麼呢 爸爸就不打了 我就不懂啊 那個醬牛啊 你知道錯了嗎 你知道錯了嗎 就是不認錯 結果怎麼辦呢 就好打 對吧 我記得我爸爸 一共打了我三次 我爸爸也不親你打 但是打得都蠻疼的 所以我三次都記得了 打完了以後 認不認錯啊 認不認啊 海跟人何苦呢 你們說是不是啊 年輕的弟兄姊妹 打完了認錯 沒有打之前就認錯 哪個上算 是不是啊 我們做個聰明的人 學習前輩如何在主的面前 是吧 我們既然捨得神愛 我們就不要辜負神對我們的愛 對吧 讓我們有個敬畏的心 一個謙卑的靈 來到主的面前 是吧 因為猶達民族 不是因為以色列民他們的貝羅 他們悔改 相反的他們變本加厲 更加的犯罪或錯誤 在人無可忍的情況下 神就興起了巴比倫 那麼巴比倫 攻打耶路撒冷 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05年 那麽在那一次 一些猶達國的一些年輕的精英 被裸到巴比倫去 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丹伊里 丹伊里 丹伊里知道吧 丹伊里是在公元前605年 巴比倫王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的時候 是被裸到巴比倫去的 那弟兄姊妹丹伊里的貝羅是很冤枉的 因為丹伊里非常非常的敬畏神 他沒有錯 是吧 所以當那個丹伊里在地球 站在那裡倒巴的時候 神打發天使來對他說 大蒙俊愛的丹伊里 那弟兄姊妹這真是一個非常好 很少在聖經裡面 由神自己親自稱呼說 你是大蒙俊愛的 是吧 丹伊里因為敬畏神 但是我沒有時間講那麼多 我就順便提一提 丹伊里是第一次被裸的時候 在公元前605年 對嗎 巴比倫王 尼布加尼莎 攻打耶路撒冷 攻陷了以後 就把一批年輕人 裸到巴比倫去了 那丹伊里其中是一個 那麼弟兄姊妹 公元前605年 巴比倫王尼布加尼莎 攻打耶路撒冷 也路撒冷有一批人被裸了 有沒有悔改 沒有悔改 繼續犯罪 結果神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 第二次打發巴比倫王尼布加尼莎 來攻打耶路撒冷 那就是公元前597年左右 有些本來是597年 但是我是基督夫人 公元前597年 那個時候攻陷了耶路撒冷 然後以西捷就是在那個時候被裸的 然後以西捷就是在那個時候被裸的 然後第三次 以西捷裡面有沒有悔改呢 沒有悔改 他們還是在那裡繼續犯罪 所以神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 第三次打發尼布加尼莎王 來攻打耶路撒冷 這一次就是徹底的把耶路撒冷的聖殿 耶路撒冷城都毀滅了 聖殿裡面所有的一些 禁拜的東西都被裸到巴比倫去了 那是在公元前586年 公元前586年 整個的猶大國 就可以說是在地上沒有了 那麼哈哈巴不先知呢 他是在公元前608年 到公元前608到608和公元前597 596之間 他處在一個怎麼樣呢 將要被裸和被裸 最後被裸的這個期間 所以他的限制呢 他的限制那個時候已經神告訴他 神要掀起巴比倫來 對吧 最後要拯救管教以色列民 聽得我意思了沒有 那弟兄姊妹 當哈巴不心裡面感到不平 感到心裡面很難過 你為什麼信幾乎外辦人 來攻擊神的兒女 反正神的兒女呢 然後神就繼續告訴哈巴不說 就是巴比倫只不過是我手中的一根杖 聽得我意思了沒有 就是神的一個工具 對吧 神這根杖是用來管教神的兒女的 然後他就安慰哈巴不說什麼呢 如果說巴比倫不會改 如果巴比倫認為神用了他以後 他就可以驕傲 他就可以質疑 這根杖最後怎麼樣啊 要被斬斷了 是吧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 才有哈巴不說第三章 雖然無法果實不法忘 福島書不接果實 甘藍書不效力 天地也不錯糧食 絕對沒有養 盆中也沒有養 然而我要飲憂和歡喜 飲救我的神喜樂 祂是我的腳 派入母路的提議 是我穩心在告訴的 然後他就唱出了這樣一首詩歌 是吧 所以我就為弟兄姊妹 給你們補充一點這個歷史 剛剛因為我講的時候太快了 對吧 因為有些見證要做 所以哪怕有些內容我就忽略了 這是我一個很不好的 因為我很少寫 對吧 反正靠著主人類的在台上 怎麼講就講 講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聖經不熟的弟兄姊妹 有時候有點跟不上 第二個就是我講得太快 我說實在的話 林亮堂的弟兄姊妹 沒有幾個人敢給我做翻譯的 我講得實在太快了 翻譯都跟不上 是吧 那這個習弟兄姊妹為我打到 我盡量的想辦法講慢一點 慢慢慢慢的後來又到了 這個就是個性的東西 這個老雅膽真是不好感 這個雅膽的東西真的很難感 我真的講話快 就對付的 不知道多少時候 對付的後來 還是老病又翻譯 是吧 所以請弟兄姊妹 一方面原諒一方面我 好吧 那麼今天我們講到第四個 那麼下面一個內容呢 因為考驗到我們只有四次的講 洗澱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 所以下面一個第五個 結合不然的信息呢 我就不講了 好吧 我們弟兄姊妹就稍微讀一讀 這個故事呢 是關於一個 單一裡的三個朋友 薩薩薩米斯亞 一個三個朋友 那麼當時 李福加尼撒王造了個驚像 要所有人去被跪拜 那結果呢 就單一裡的三個朋友 他們因為敬為神 沒有去拜那個驚像 那時候 當一個李福加尼撒王 就對他說 如果你不拜驚像 就把你丟到火牙裡面去 對吧 結果這三個朋友怎麼樣 結果被丟到火牙裡面去了 但是感謝主教員一點 你不想去上網 但是就給薩薩薩米斯亞 這三個朋友有個悔改的時候 如果說 你們現在就讓我的驚像像拜的話 我就可以饒死你們 不把你們丟到火裡面 那麼單一裡的當時 三個朋友就講了 看下面也就好 師父看得下 對 那我們就下面這一節 你不講得好嗎 好吧 這個我們稍微來讀一讀 好吧 這就是信心 一二三 李福加尼撒王 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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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下面還有一個東西 在下面 對 好不好 我們看下面 十六節到二十六節 這個重點的划線的部分 我們看 你不叫利 Beer阿 Persia 怎麼回答 你不叫利薩米斯亞 我們從這裡讀出了 所以 从这撒旱开始不行 好不好 一二三 所以第六指名 我都说这个信息是 结果不然的信息 是吧 这个结果不然信息 就是绝对信号审 他是完全的绝对了 你看他们弟兄姊妹 你不加利上网很清楚地告诉 这三个审的儿女 你们只要大一半 就像这个金香拜一半 做一点点的妥协 你们就可以免去火药的灾难 免去火药的通路 可是这三个审的夫人该怎么回答呢 他说 你不加利上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因为他们的考虑都不需要考虑 他们的信息是不是非常的坚定 是吧 不应做团景 不应做人的威胁 他们有任何的动摇 他们敢在王的面前 是一个贝罗的人 是一个等于是叫什么王国奴 对吧 在一个军王 统治他们的军王的面前 居然敢这样大胆的勇敢的回答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神有坚定的信息 是不是 他说他们说什么 你不加利上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没有必要 是吧 为什么呢 即便如此 就是说我们所信服的神 能把我们救出来 是吧 尽管你这样的威胁我们 尽管你这样的小洋帮我们用 这样的迫害了 迫害我们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回答你 我们的神能救我们 这个信息大不大 是吧 实在是很大 他们坚定的相信 就是在火药里 神都能够把他们救出来 那弟兄姊妹 你们信不信 真心也信 真心 真心 哎呀 我们还没进火药里 已经吐了 我不讲你们 我讲我自己吧 我还拿你去过火药 还没进火药 我已经扣在神面前 不知道扣了多少次了 好像委屈死了 我感觉 我怎么那么爱你 你怎么把我丢了火药里去啊 是不是 我们现在讲的容易啊 你说什么 正在面对火药 这时候可不那么容易啊 是吧 那我很清楚的记得 有一次我们林连长的青年团庆 一个主席带领他们 那么他那天子刚好是 好像是马太夫妃讲到死的问题 结果那个姊妹 她都是用了很多的这个账 真的删了很多的功夫 插了很多的圣经 用了很多的例子 好像讲到死的关系 弟兄姊妹 那我是觉得她讲的有一点 太理念话了 是吧 那么说时代的话 你说年轻的人 你们你们有没有想到我死啊 想到 那赶着孙子他就想到了 他智慧啊 对吧 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了 智慧人的心在哪里啊 在做宋山子家 就抱山的家的人 以为那些才在夜落子家 对吧 那孙子他是智慧人 所以他才能带你们成为智慧人 对吧 如果他也杀猴子 追求夜落时间 那你们一个个都别这傻瓜 是吧 所以求主年人有我们 那么那个姊妹讲的 啪啪其谈 那我不应该讲啪啪其谈 告诉他什么 姊妹还是蛮好的 蛮爱族的根本 希望能够让年轻人知道一个 什么叫做死亡 那弟兄姊妹 这个不是一个头脑 所拟的东西真的不是头脑里的知识 他讲了半天 大家都是 都是一个 好像已经听到 你算是听懂了吧 好像也听懂了 也没什么高深的知识 你说真懂了吧 大家也是模糊糊糊的 从来没想过死的问题 结果其中有一个弟兄 是个年轻的弟兄 他是偷出来的 那么就是我当时就 我不敢说是感动 而且我说弟兄 我说他名字我就不提了 我说弟兄 我说你讲讲看 他上面说 我觉得好像 刚才弟兄姊妹讲的都很好 但是我对死亡的认识 不像他们所讲的那样 他说当我在偷渡的时候 被关在那个 这个人床的那个最底层 他说在那里 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没有吃没有喝 那个热的就是天气 那个闷热的地方 他说那个我 就是在我的旁边 就是 就死人了 就死了 因为反正因为条件事实太差了 死了就往海里面一丢完 他就是轻点坐在旁边 他说上面说说 那个时候你现在讲死亡的 他说我里面那个恐惧 那个里面的害怕 那个里面浑身的抖 那个唱抖 那个里面的忧虑 他说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他说上面说说 对 那弟兄姊妹我能够体会他说说的 对吧 但我们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什么叫做死亡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个 有一次我们的教会 这个附近 有一个年轻的父母从大屋来的 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一直很有爱情 劝他们信耶稣 那么他的姊妹都还好 那个弟兄他的先生实在是 可能是太聪明了 太能干了 他总觉得自己不需要神 要吧 他总是在那里讲 诶 他说 学术 他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根本就不需要神 他说我也很顺利啊 没有神我也很顺利啊 他小学中学大学 现在我做的也蛮好啊 是吧 他说我根本就不需要神 那么我就讲到了 他当然他向我挑战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罪的问题 911的问题 是吧 他讲了很多很多 我说弟兄 我说你不要认为就是说 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都赖在神的头上 你也不信神 但是你又赖在神的头上 说911也是怪神 对吗 我说弟兄 弟兄我跟你说 就是在哪儿 我会去工作在哪里 是吧 撒旦在挑动人 那我说我告诉你 阿拉伯人 说他们打圣仗 圣洁的圣仗 那个圣仗 是不是啊 那个美国人说 他们打了个叫什么 民主战 是吧 要把人救出来 然后我说 阿拉伯人要悔改 美国人也要悔改 我说你信不信 你听不听 我说你可不不悔改 是吧 我说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都 握着魔鬼的时候 对吧 他说 我说全世界都在 因为有魔鬼在后面挑动 对吧 让人犯罪 所以发生了 这叙叙不出的事情 他就讲了 他说 他是叙叙 我就觉得奇怪了 你说说你就说说的 神不是爱吗 他为什么不把 撒旦消灭 撒旦消灭不是 没有这些事了吗 你说他讲的 逻辑强不强 他真的是蛮有逻辑的 那我就在那里想 我说主啊 这个怎么回答 是啊 你干嘛 不把撒旦消灭呢 他怎么问的 我又问的 有点傻乎乎多了 我就看着他 我根本不能给你找到 但是感谢主的 你 忽然我里面 有很清楚的 神就是爱 我说弟兄 你知不知道 知道 我说如果 神现在就把 撒旦消灭了 你一定会消灭的 听懂我意思了没有 我说神爱你 不愿意你消灭 他说 对不起 你对神说 我不对神说 你对神说 叫他不要爱我 现在赶快把撒旦消灭 你说狂不狂妄 真的狂妄啊 弟兄姊妹 对吧 后来我就举个例子 我说弟兄啊 我说你讲这样容易啊 可是神对你的爱 我说你没有办法体会 刚好我妈妈就在旁边 那我说举个例子弟兄啊 我说我举个例子 我犯了罪了 所有的在座的 每一位都知道 起诉 该别犯死心 你们同不同意 是不是大家都认为该犯死心 可是到了我的妈妈呢 你明明知道该犯死心 下不下不了手 下不了手啊 我说我的妈妈舍不得呀 她舍不得我死呀 她怎么办啊 她最好 把她自己的爱之 对吧 那我就讲了个故事给她 我说有个法官 对吧 她定了一条规定 就如果有一个人犯了罪以后 犯这个罪的人 就挖他两个眼睛 两个眼睛挖掉 那么结果有一天 有个犯人被带到 那个审判者面前来了 那个犯人就一直盯着头 不敢抬头 对吧 一直不敢抬头 那个父皇上就抬起头来 对吧 结果一抬起头去看 他自己的儿子 那个法官坐在那里 马上就一下子 他就整个一个人 把你还来了 因为根据他自己定的法律 这个人就两个眼睛 都被挖掉 可是他说不得自己的儿子 怎么办 他就下定就说 挖掉我儿子的眼睛 挖掉我自己的眼睛 我自己是爱 对吧 什么叫做爱 我说你不能体会啊 对吧 什么叫做爱啊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死是或许有感受的 为我们的主耶 就是当我们做罪人 就为我们死了 省在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 弟兄姊妹 那个弟兄他根本就去不进去啊 他还想继续说 他说我不要 我不需要 对吧 我不要这样的爱 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结果后来有一次 不是四川地震了吗 记不记得 那个地震有多大 你知道吧 这个弟兄他在四川 他刚好在四川 结果我们的一个姊妹 就很关心他 虽然回去了 还继续保持个联系 结果一听是那些 他在地震了 打个电话给他 结果姊妹后来告诉我们 他现在你知道吧 我打电话回去 那个弟兄他在电话里面 讲话都在抖啊 哦 这些书信啊 他说真是不得了 哦哦哦 这就是世界的末日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听到我意思 那个弟兄姊妹 他没有面对死亡的时候 那么多慌望 他刚想神挑战 可是正在看见那个死亡的时候 他就真的是软了 他就是拘无恐惧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这位三省的仆人 萨达达弥赦亡的仆人 他们能够对 王说既然如此 我们说四国的神能将我们从灵火中的药中救出来 这个信心可不可靠 弟兄姊妹 可靠 真的非常的宝贵 然后下面更可靠 更是更是就是我们学习的 下面说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花心的部分一起来做好不好 一二三 王啊 他也必救我们 脱离你的手 王啊 但知道我们绝不适合你的神 也不庆佩你所列的经相 王啊 王是谁 说明你不讲一三 一个贝罗的人 一个王棍儒 居然敢向统治他的王挑战说 王啊 我的神 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是不是很大胆 没有充充充充的信心 敢这样的挑战吗 弟兄姊妹 可是我们的神的三个仆人 他们他们就有这样的信心 他说我所信任为神 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下面这个更宝贵 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 最后不然 你当知道 我们绝不思考你的神 也不拜你所列的经相 他们说 这和神不救我们 是不是 这和神不救我们 我们也怎么样啊 不会失奉你 也不会拜你 带你所列的经相 这个几乎不然的信心 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只能简单的讲一讲 因为我考虑到 还有两个今天晚上很明天早晨 那么我希望有一点感动 把寂寞转到下面一个 好不好 请这个寂寞 然后管电脑的底 你能够弄下面的 下面一个就是索敏的增仗 不是这个 是下面 打美好的仗 这是临时感变的 反正这个也有很多内容 所以我就简单地给弟兄姊妹 稍微留意 我们就把信心和生命之间的关系 就是把这个 是吧 那么 那我想今天 稀罕的就是 美好的仗 好当好 我所信得到 那弟兄姊妹都知道 这句话是谁讲的 保罗讲的 保罗在什么时候讲的呢 我们放下面一遍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稍微读一读 好不好 这就是一遍 我们一起来读 就多了这几个点 比如说八七圣经 好不好 好不好 比如说八七小 Workshop 一二三 耳朵花样就先从自己的起立 增添了好些失负 并且原来如今真道 天下宝宿的愿意 你的确要把实施精神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积你的执奔 我现在被教练 我与世上说到了 他没想到他我已经打破了 他好的路我已经忘记了 所信的我已经受复了 从此以后 有公民的官员为我传救 就算按着公民的传判主 他将万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要赐给他 爱你母大姓天人 那么我还是不得很仔细地 很详细地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段话 我还是重点地 跟弟兄姊妹扫了一点定名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其末才后述 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 他因为最后的两封书信 就全部在前述 我全部在后述 那么都是在监牢里面写的 那么这个监牢和 《始终行传》第28章 不完全一样 我们都知道在《始终行传》第28章的时候 保罗还有一定的自由 是不是还有人来去跟他探讨神的真理 保罗还有机会传回 那弟兄姊妹这一次保罗被下在监里面 弟兄姊妹如果不历史的话 都知道有罗马有个叫尼洛王 记不记得他在迫害基督徒 迫害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就是保罗在那一次被抓到监牢里面去的 据说他们那个时候 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 那个他们的那个 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 残忍到一个地步 在监牢里面很多的人就被老鼠呼呼地咬死的 就关在那个环境 继续继续地恶劣 保罗就是在那样的环境 我们都知道保罗最后是被我们两个罗马一王砍头的 都被砍掉而为主教殿的 是在那个时候保罗写的这封书信 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其母胎 那弟兄姊妹 虽然这是保罗写的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保罗所写的这封书信 圣灵盖了音 神也盖了音 就是神和圣灵见证说 保罗你所说的就是我说的 听懂我意思了没有 所以能够放在圣经的里面 听懂我意思了吗 虽然是保罗的书信 但是怎么样啊 神说这个可以带给我说话 所以就等于是神说话了 但是弟兄姊妹千万记住了 圣经的歧视 目前为止全部完成了 所以如果再有人说他有歧视超过圣经的 你们信不信 绝对不要相信 对吧 现在有太多的假仙主出来了 太多以后人的 是不是他假仙主这样神 哎呀这一会出现一个使徒 一会出现一个大仙主 弟兄姊妹很可怕的 我们弟兄姊妹希望一定记住了 保罗可以他所讲的 因为这是神印证的 对吧 他可以放在神变成神的话 但是从此以后 这本圣经已经到此结束了 所有的歧视到这里为止了 不再可能有任何的更多的歧视了 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人说他是仙主 他有从神那里得出新的歧视 弟兄姊妹你绝对不要伤大 所以我这里面临弟兄姊妹 因为亲说现在在弗拉西也好 卡拉塔也好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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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省啊 什么东方闪电派啊 什么摩门教啊 什么这个耶和华建政人会啊 虚虚多多 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出来了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 所以这个我第一点和弟兄姊妹分享 那么第二点就是保罗在这里 弟兄姊妹他保罗四章第一节 节目太后说四章第一节说 我在神的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或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 那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句话其实 保罗如果简单的话就是说我祝福你是不是 就是 重点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保罗祝福他的所见儿子提摩太 是不是 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保罗祝福提摩太的前面 将四个定义 第一 定义是什么 在神的面前祝福你 那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说我在神的面前祝福你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所说的话是在神的面前负责任的 如果我见神的面可以向神交战的 听懂我意思了没有 对吧 他说我说在这里下面祝福你的每一句话你要记住了 我可以见神的面 我可以在神的面前交战 我可以对神的负责任的 也对你负责任的 对吧 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句话都应该对谁负责任 对一个神负责任 可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很随便 对吧 无论是言语也好 无论是行为也好 很不敬畏神 所以包括在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愿因神感动保罗的灵敬天也感动 让他感动我们 让我们一个敬畏的心 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 一个敬畏主 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神的满意 我们在那里行事为人 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所以我们刚刚早上讲过的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求主 刚刚能用时机盘 事实上不能更多的再讲了 第一个在神面前 还有第二个 在什么 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 在基督耶稣的面前 那这个问题 这个信息 我们怎么离拜天 好吧 专门跟弟兄姊妹讲 审判死人 破人死人的主 弟兄姊妹 我只是在这里 跟弟兄姊妹讲一讲 很多弟兄姊妹以为 他蒙了恩收了喜了 他已经有了一张 有一张 重新认到天国去 他就认为自己有亡了 不是的 弟兄姊妹 在这里告诉我们 有一天是怎么样 要受审判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有一天要受审判 感谢主带 你这个老子没说有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 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认识 我们的行事为人常常会很随便的 今天教会里面出了那么多的问题 就是缺少一个敬畏神的心 缺少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天见神面的时候 我们要进过审判的 你们刚刚清楚怕不怕以后要审判 怕不怕 怕不怕 他们还不知道 也许知道了 但他们不怕 感谢主 他们不知道 感谢主的 不管你们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但他们现在不怕是对的 是不是 一个要不怕 一个又要怕 同不同意我 既不怕又要怕 那是习师兄 你是不是能让你讲话讲得太好